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去靠近滋养你的人 人的一生会相识很多人 有的人当你靠近他 就会觉得温暖有力量 也有的人只要你走近他 就会让你感到焦躁不安 甚至有种无力感 人需要滋养 就像植物需要养分一样 多靠近滋养你的人 日子才有笨头 生活才有意义 一和言语暖的人相处 舒心 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有时候你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说出一两句话 就让你感觉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 挂断电话 你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有时候你发出几条微信 对方紧回复只言片语 便能让你心里的不愉快瞬间消失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我们都愿意靠近那个回复微信的人 远离那个打电话的人 古语有云 一言足伤天地之和 一世足者终身之福 好的语气是一个人内在修养 也能给人留下好印象 董卿主持司持大会时 有一位农民大叔前来参赛 大叔第一次站上那么大的舞台 心里非常紧张 整个人显得举处不安 董卿温和地说 因为那诗啊 就像荒漠中的一点绿色 始终带给他一些希望 一些渴望 用有限的水去浇灌他 慢慢地破土再生长 一直到今天 所以即便你答错了 那也是这个现场里最美丽的错误 简短的几句话 缓解了大叔紧张情绪 也让他卸下了重重的心理负担 生活中言语温暖的人 话里总透着一股暖气 跟他相处如暮春风 坏情绪瞬间烟消云散 而言语温暖的人 为人谦逊 懂得把别人放在心上 话语间总是带着 恰到好处的温度和善意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他会给你温暖和力量 你也会受到影响 给予对方舒服的回应 相互取暖 彼此治愈 二 和情绪稳的人同行 顺心 最近几年受大环境影响 很多人的生活节奏被打乱 寝食难安 心绪不宁 想想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 无论是工作上的事还是家务事 稍不顺心就开始骂骂咧咧 心情莫名地烦躁 上一秒还好好的 下一秒就开始抱怨 指责 原本是件小事 非要借体发挥弄得鸡犬不宁 一个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 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 因为他不伤人 也不自伤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是一种实戒 年龄越大 越喜欢和情绪稳定的人相处 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 都能顾及别人的感受 维护别人的尊严 生活中 一个懂得调节情绪 还能给他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他的生活一定是顺心如意的 现代作家冰心和丈夫 吴文早的幸福生活 便得益于两人的好情绪 吴文早是社会学家 但同时也是一个书呆子 在生活中 总是会做出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位在生活中 总是帮到忙的丈夫 冰心不但不抱怨 还笑着调侃丈夫是个傻姑爷 他还是要作弄丈夫 被戏弄的丈夫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和妻子一起大笑 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身上自带一种力量 浑身散发磁场 给身边人带来安全感和松弛感 反之 喜新于色 经常大翻雷霆的人 会让身边的人提心吊胆 获得小心翼翼 好情绪能让自己快乐 同时也能感染身边的人 和情绪稳定的人在一起 自己的心态也会日趋平和 和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在一起 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阴晴不定 和情绪稳定的人同行 心情舒畅 能不慌不忙地解决生活中 突出起来的难题 三 和心态好的人交往 养心 曾在书中看到蔡兰的一个小故事 蔡兰有回打车 司机在车里放着花 还有一些装饰小摆件 司机全程都是笑脸 当时打车的人很少 整个市场不景气 大多数司机都是愁眉苦脸的 蔡兰很好奇 司机说 心态积极乐观一点 运气才会好 就像上个客人刚下车 我就载到了宁 即刻有生意做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心态积极的人看到的 永远是希望 心态消极的人看到的 永远是危机 蔡兰坦里有句话说 众人已顺境为乐 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 这句名言 正是杨将先生身平经历的写照 杨将先生一生 饱经风霜 年轻时居无定所 有生之年搬家数次 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到了晚年 好不容易安顿下来 能享点轻浮 女儿丈夫又相继去世 剩她一人独留世间 冒叠之年 命运的打击接踵而来 换作常人 早就崩溃了 可她却在最艰难的岁月里 忍着追星之痛 继续埋头创作 活出了风衣的百岁人生 杨将的一生 经历动荡起伏 她最广为人时的口头禅 却是一句不要紧 曾国藩说 至心已广大二字为要 至身已不要二字为要 生活中 有的人身处泥浪 也能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有的人鲜花灼锦 仍觉得生活无知无味 心态积极的人 临时不怨 遇错不怒 处地不卑 即使内心波涛汹涌 表面也能云淡风轻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会变得乐观 豁达 跟这样的人交往 你的意志会变得坚强 预设淡定从容 活得优雅而通透 孔子说 与善人居 如入之澜之事 久而不闻其乡 其语之话矣 与不善人居 如入暴雨之事 久而不闻其臭 亦于之话矣 和不同的人交往 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改变 跟言语暖的人相处 每天都有好心情 跟情绪稳定的人同行 生活会有宗持感 跟心态好的人交往 会变得积极乐观 被人滋养 是最大的幸福 滋养他人 是顶级的修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分享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